Hello 大家好,我是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Leica數碼機的M系列 其中M8、M9、M240和M10 它們有什麼分別呢? 選擇的時候,你應該怎樣去選擇呢? 首先講這部M8 M8是一部CCD相機 其實它已經變世了很多年 是2006年已經變世了 到現在其實你看到 一樣是這麼帥的 最跟其他機器不同的地方 就是頂部有一個顯示器 可以看到電池容量和SD卡 還有多少液體可以拍到多少張 它是沒有低通淚鏡的 有些朋友會用它來拍黑白 是會接近現在的Monocone效果 這部M9 雖然這部M9P 其實也是同一系列 是CCD的全鏡鏡 CCD出來的東西就是 立體感強、色彩還原高 以及接近Phylm的感覺 接近Phylm的感覺 接著這部是240 240是CMOS機 可以用到Live View 例如說一般Range Finder 只可以用Copeling 但是它這部有Live View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你用不是M鏡頭 不是M鏡頭的時候 可以用Live View去對焦 例如Halo鏡頭 長焦距 或者甚至乎其他牌子的鏡頭 加了Adapter 或者轉轉接環 是可以拍到的 是一樣的 好 接著這部M10 最新的M10 這部機 是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薄了的 跟Phylm機的厚度是一樣的 Size 也是一樣的 變成了 其實那個比例 是會好 跟Phylm機是一樣的 握手是Slim 不會太薄 也不會太厚 至於這個外觀 至於它的內涵 拍出來的照片是怎樣呢? 細緻度很高 ISO 可以接受範圍 可以去到一萬 還有一件事 就是白平衡 活準了 不過就沒有了拍影片 這個功能 說了那麼多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 到底它們什麼價錢? 譬如說M8 就是一萬元鬆一點 M9 就兩萬元鬆一點 而M240 大約是三萬元左右 而M10 全新的 大概是六萬元 譬如說 知道的價錢 大約其他東西 心中有個數 應該怎麼選擇 譬如說 我還有些細緻的東西 想知道更多的 歡迎你 來到我的店 我仔細 親自和你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